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些搭配主要是围绕三件羽绒服 第一件呢就是一件非常经典款的大鹅 那我穿上身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件黑色羽绒服呢它大概的长度是到我的大腿 就属于一个中长款吧 而且我觉得这种黑色的羽绒服是每个人衣橱里面应该都会有的一件 而且应该也是最百搭最容易搭出不同风格的 那今天这一套呢我是搭了一个比较复古一点的风格 首先里面呢我是穿了一件这种鱿鱼裤的羊毛打底衫 然后外面我是穿了一个这样的非常硬挺的一件夹克 这个我之前跟大家也在视频里面说过是以前在COS買的一件男装 下面的裤子呢我是搭配了一条Brandy的这种绿色格纹的裤子 我觉得这条裤子非常非常有那种很校圆啊然后很复古的感觉 加上它裤型是一个直筒裤嘛就非常显腿长 但是我觉得这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显胖 就是尤其是对梨型身材的女生 它可能在胯呀然后大腿这边会收的比较紧 然后包包呢我是选择了这个Alexander Wann的这个腰包 我觉得它的这个金属链条跟今天的这一身还蛮搭配的 就是有一种很复古但是又比较活泼比较青春的感觉 冬天如果一般穿羽绒服背小包的话 我会把包背在羽绒服的里面这样又安全 并且不会因为你外面穿了很厚的衣服显得非常的臃肿 那我觉得这种黑色的羽绒服很好的一点就在于 你里面穿什么样的内搭你套上这件羽绒服都是非常合理的 它就像一块背景布一样既不会喧宾夺主 也不会让你整身搭配看起来非常的奇怪 那我这里里面是搭了一个这样的牛仔外套 同理你也可以换成浅色的外套 或者说换成西服外套甚至是皮衣都是可以尝试的 这样迭搭有个好处就是你进到室内有暖气的时候 把羽绒服脱下来里面依然是非常完整的一套搭配 那这件羽绒服的第二套穿搭呢 就里面搭的是这样一套全部都是紫色的衣服和裤子 这也是这种纯色羽绒服搭配的一个非常常用的思路 就是里面搭一整套铜色系 那这里呢我是用的这种非常嫩的香浴紫色 大家也知道我去年一直都非常沉迷于这个紫色 一口气买了超级多紫色的单品 那首先最里面我是搭配了一个这样 优衣裤的那个保暖内衣 我觉得里面穿这个打底衫非常非常的重要 一是保暖 二呢可以让你的搭配看起来不那么单调 就是你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提亮 然后看起来层次感更丰富 然后外面穿了一个这样紫色的长袖T恤 下半身裤子我也是搭配了Cost的这个紫色牛仔裤 之前在我视频里也出现过很多次 这些上衣跟裤子都是Cost的 像这种比较难调的颜色 如果说你想穿的颜色非常非常一致的话 那我很建议你去同一个品牌看 因为如果你去不同的品牌 它可能那个调色的深浅啊 或者说明暗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然后鞋子呢我是穿了一个这种白色的马丁靴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黑色Dr.Martens的Gymar丁靴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给大家疯狂的案例 白色其实就是那个黑色一模一样同款 这个白色穿起来的气质完全跟黑色不一样 如果说黑色穿起来是比较复古比较酷一点的感觉 那我觉得白色穿起来就是带一点点甜的酷 并且看起来非常的清爽 而且有的时候下半身你如果穿一个比较浅色的下装 如果下面搭配一个深色的鞋 可能就会看起来比较重 如果换成白色的鞋子就会看起来非常的轻盈 并且可以提亮你的搭配 那我要给大家说的第二件羽绒服呢 也是来自于大鹅的 但它是一个这样均绿色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像那种Bomer Jacket一样的款式 我买的是男版的 它整个穿上身是有一点那种oversize的感觉 那穿上身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件呢它就属于一个偏短款吧 大概就到我的臀部这边 版型是属于比较宽大一点的 所以那里边塞很多建衣服都无所谓 那今天这样的一身呢就属于一个比较日常 非常休闲的一个穿搭 我里面就是搭了一件这样优衣裤的内搭 然后搭了一个优衣裤的这个卫衣 我之前也给大家说过是U系列的那个 因为还是想搭一个同色系的嘛 然后我下面是搭了一个acne的一条休闲裤 然后它是比较直筒一点的版型 大概是七分到八分的样子 脚下面的鞋子是搭了一双非常经典的 Timberland的这个大黄靴 所以今天这一身也是走一个比较帅气 比较工装一点的风格 我一直都觉得这种均绿色跟卡其色棕色都非常的搭 所以如果说你的衣裤里面也有这种均绿色的外套 不妨去翻一翻看有没有卡其色咖啡色之类的内搭 这样搭配起来我觉得非常的和谐很有风格 然后这个外套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地方是有兜的 我知道大部分羽绒服在下面这个地方都会有兜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胸的胸口这个地方开两个兜真的超级人性 因为冬天你的手又不想放到外面嘛 那很多时候放在这个地方的兜又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如果说胸口这个地方设计两个兜呢 你就可以一直把手揣在这个胸口这两个兜上面 而且假如说你突然一下从室内到室外又不想把衣服扣起来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就直接捂住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就解决了这个冬天手没有地方放的问题 非常的保暖 这一件羽绒服本身我也是非常给大家推荐的 尤其是那种比较偏休闲风格的 假如说想穿的比较松松垮垮比较帅气一点的 它除了绿色以外还有黑色然后深灰色 好像还有红色白色还有那种很亮的宝蓝色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下面一套搭配应该是今天最最最暖和的一套 假如说你生活在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的地方 那你照着这样穿一定没有错 感觉我穿上之后整个人都被风印住了 那首先给大家看看我里面搭配的是什么 里面呢是一个还是穿下来 一个这个all things的毛衣 这个毛衣还挺厚的 其实我一般很少会在羽绒服里面穿毛衣 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 羽绒服里面穿一件卫衣 那个保暖程度基本上都是够了 但假如说实在太冷 我建议大家还是穿一件毛衣比较保暖 然后因为它是这种V领的嘛 所以说我在里面还是穿了一件这样半永久的打底衫 不然我脖子这个地方会觉得比较冷 大家在冬天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脖子 还有头部 这两个部位的保暖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我外面是还加了一个这样的acne的围巾 因为我觉得你看我里面穿的是这种灰色的毛衣嘛 我就觉得它跟上面这个灰色 深深浅浅的灰啊白啊就非常搭 而且我外面这个羽绒服是个绿色的嘛 然后它这上面正好有一点点绿色 我觉得就非常的搭配 就把它给系上 然后下面呢我是搭配了一条烟灰色的这种牛仔裤 还是觉得因为身上的灰调比较多 所以说搭一个这样水洗灰色的会比较的和谐 那第三件羽绒服相对来说就比较花哨了 它是一个这样baby blue的颜色 这件是我去年在前年在Rizia买的 然后它的那个布料也比较特别 它是一个像灯芯绒一样的材质 然后是一个短款不戴帽子的 这款好像是Rizia还蛮有名的一个系列 那穿上就是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一件就属于那种比较时髦的羽绒服了 不论是从颜色还是材质上来说 它都是一个非常抓人眼球的款式 那为了搭配这种非常清新的baby blue 我里边也是搭配了一个这样非常清爽的白色 然后包括连内搭也是一个白色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会在冬天给大家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因为冬天大部分人都会倾向于选择那种比较深色一点的外套嘛 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套搭配就会给人一种非常如沐春风的感觉 然后下面牛仔裤呢 我也是搭配了一个这种水袭的浅蓝色牛仔裤 它是一个直筒高腰的版型 我之前也在视频里面夸过它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穿 穿上就特别的摩登复古的感觉 然后鞋子呢 也是为了搭配一身非常清爽的 所以还是穿了刚刚那双白色的马丁靴 那整个看起来呢 就是非常的活泼 假如说你冬天穿上这一套和朋友出去玩 或者说去滑雪 那一定是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个 假如说你觉得很冷 像把它扣起来呢 你这个领子这边方它也是可以扣起来的 就这样 即使是全部扣起来 它也都是非常时髦的 然后这个也是有很多颜色 我记得我买的时候是有这个颜色 还有一个那种脏粉色 去年是又出了那种焦糖色 南瓜色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去Aryzia的网上看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多颜色 而且非常多不同的材质 有亮面的有哑光的 还有这种灯芯绒的 它还有那种丝绒的 就非常的断面的那种光泽 OK那以上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们看的开心 如果你选这些视频 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个赞 给我一点鼓励 如果你想继续看到我的视频 欢迎点击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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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